我永远喜爱春日的百花,日暮的晚霞,夜晚的星光,永远向往人海茫茫中的一眼万年,永远相信你明目张胆的偏心,永远依从我毫无保留的私心。 当然,要双向奔赴的爱,来晚了也没关系,这是我们藏在眼里的秘密,我的爱赤诚热烈,只给你一个。 哈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夏安心灵塔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占卜主题呢,是关于大家,谁会即将住到你的心里呢? 你们双方现在当下的距离如何?已经见面了吗?是否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以及对方的具体信息,他的家庭工作等等讯息,然后后面的话也会帮大家预测一下,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如何的,他从心里是怎么看待你的,你们的未来发展,未来的感情故事又是如何。 好,那如果说你对本期占卜感兴趣的话呢,那就可以进入到接下来的部分。 在正式的选牌之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领取好运四个字,来收取能量。 祝福大家都能够领取好运,迎接宇宙为大家安排的浪漫恋情。 好,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是有三组的选项,从左到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各自的能量,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最有感应的牌卡。 还在犹豫的朋友不用着急,稍后会留下一些时间给你们做选择,如果说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 大家所选牌组的时间节点,就在视频标题下方的说明栏里,点击对应的时间分组选项,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的环节。 我们等一下见。 我永远相信鲜花,诗歌,晚霞,晚风和芳香,在这些美好事物里,盼望春日将近。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视频主题呢,就是看一下你即将住进谁的新房里呢。 好,这一张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我们把它放到这边。 好,接下来的话呢,按照我们的习惯式先做能量的对应。 我们来抽三张指示牌卡,来看一下说我们第一组朋友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抽牌。 第一张指示牌,第一张指示牌。 诶,第一张指示牌。 第一张指示牌我们 DU的 save letter,我们抽到了鱼人台。 诶,很像鱼人牌的心碧二。 好,然后再来看第三张指示牌。 好,这一位的话呢是全杖九。 好 权杖九排出现在到这里 愚人排新必二和权杖九 那这里的话呢 能够感觉我们这组朋友性格上面偏向于自由 然后不太受约束 然后可能你们的恋爱观啊 你们在感情当中也比较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你们很喜欢的是这种 不喜欢啊 不管说是工作当中也好 还是在恋爱当中也好 你都不喜欢是对方 或者说你工作团队里面啊 你工作你经常朝夕相伴的某个人 那他可能如果给你太多的条条框框的话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自由 你会更期待的是一个说靠自己去冒险 然后可能说未来会有一些 让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事情 但是你就是有一种说 自己想知道的答案 然后靠自己去寻找 不太希望说是活在一个安全的这种 一个辅助线内啊 更多的话你是想有一种突破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话 性格当中有自由的成分 但是同时的话 你身上有两个特点是非常好的 第一个的话 星比尔就是你有一种调和的能量 对你不是属于那种 如果看到了自己想去做的事情 然后就一股作气的去向前冲 你会去考虑很多 其实会想好的一方面 负面的一方面 然后也会是根据自己周遭的情况 自己整个人的能力 去做最适合的一个方向 只是说你会最大程度的让自己是自由的 但是又不会是那种盲目的自由 或者说是忽视危险性的自由 然后这里权杖酒就要说到 我们第一组牌 你第一组牌朋友们 你们性格当中的另外一个优点 因为权杖酒 其实它会稍微显得说 我们压力比较大一点 你在遇到难关 或者说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些困境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话 你是渴望有人帮助你 但是你还是不去轻易的张口 请其他人来协助你 更多的话就是靠自己 有一种说单打独斗的能量 所以这一组朋友 我觉得你们活起来的话 其实现在你们如果啊 回看自己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的话 我相信你有根据自己的一些事物的话 得到一些经验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回头 自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觉得你要么说是迷茫 要么说是不后悔 因为可能你也会因为过去的那些 受到的那些伤害啊 就是盲目的清晰的那些人 或者说选择什么结果之后 然后得到一些比较负面的经验之后 那你可能是也有一点害怕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说 你们从始至终都属于是 按着自己的心意去活 更讲究的就是内心坦荡的那种活法 如果说有一个选择 当你面对一个选择题的时候 你其实知道 你当时很想做的是某一个选择 但是你又最终没有去做的话 你心里会心心念很长时间 你是那种啊 很有着超级长的好奇心的 你是愿意为自己的好奇心 付出一些什么样的 你可以说是代价 也可以说是时间 或者说是你 也算是把它当作是自己成长的一种 必须的经历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们性格当中 既冒险又能够承担责任 未来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比较偏向于说是 在人生啊 越往后你的经验 以及说你的贵人运 还有你各方面的运势会越来越好 你跟其他人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别人的话更偏向于说是 把自己啊 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范围内 然后更多的话 想要去靠别人 你好像说更多时候 就是靠自己去做某些事情 然后的话呢 你也不希望说是自己啊 更多的是像小草仪 我觉得你们前面的话 都是更加的自由一点 然后后面的话 你其实经验累积了很多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 前进的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说这组的朋友 你们我觉得是 偏向于35岁之后 你的人生进程的速度啊 或者说是 你在遇到相同的阻碍的时候 你的反应速度 处理速度 整体都会快很多 那这组朋友的话 我觉得你们比较独立 独立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 你觉得自己 尤其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是希望自己很 很被 很跟其他人分开 就不希望别人去安慰你 不希望别人去 过来打扰你 你是一个说心里有矛盾 也不算 不太想要去跟别人 说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这组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 声音上给人很温柔 外在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 但是内在的话又很强硬 或者说有自己的底线 就是你非常不希望别人去打破你 而且说你是那种啊 越是别人伸手过来帮你 你就越有一点生气 但是我知道 其实你还是在面对迷茫的时候 想要去得到一些指引的 这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肤色会偏小 卖肤色的朋友 多一些喜欢太阳 也喜欢去照太阳 然后有健身的朋友 觉得身体比较属于那种修长的 还是蛮多的 不太爱 我觉得你们好像两极分化一点 有比较偏白的 但是你们偏白的话 应该是这种肤色 本身就是如此 然后有些朋友就 不太纠结那些小小的事情啊 就是生活上面更讲 就直来直去一点 好 然后来讲 我们这组朋友的星座 那星座上的话 土元素和火元素 我会觉得说 这组的朋友的话 有白羊狮子 以及说是摩羁厨女 好 这几个星座 那然后的话 如果星座没有对应上的话呢 大家就更多的去关注 我们前面能量的讯息 因为说实话 这星座只是做一个补充 然后大家就看 如果能量上有对应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说看这一组 如果说觉得能量不是很匹配 那证明说 大家的讯息 应该是在二组 或者是三组 那当然如果说 大家在选牌的时候 你想看啊 就是在第一组 和其他组之间 你在纠结 最终你选择了一组 那如果说看完视频之后 你的时间是很充裕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看 你之前犹豫的那一组啊 因为当我们想看的时候 大概率来讲 我们是有讯息被分在那里的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啊 来看看说是 这个即将住进我们心里的人啊 你即将住进的人啊 对方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他跟你之间的距离 是怎样的啊 看他的距离 你们现在当下的关系 是如何的 还蛮巧的 你这里有星逼二 然后他那里也有星逼二 所以说不得不讲啊 你们两个人还有一定概率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已经见面了 那要么说 你们是在网络当中有见面 有过一些互动啊 就是有聊天 所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连接让我感应到是什么呢 我觉得比较偏向于说是 他能够去读懂你的心 然后你也能够去读懂他的心 但是你们两个人关系 还没有说是比较长远的开始 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初级的一个关系 现在是比较初级的一个了解 但是你会对他比较有好感一点 因为他在某些程度上 处理事情的方式 可能会比较跟你类似一点 大家也看到啊 我们刚才抽到的牌里面 第一组朋友 你们是有星逼二 然后对方这里 首先他也会出一个星逼二的话 就确实 如果说啊 你现在生活当中 没有遇到任何让你觉得心动的人 那我只能说 对方他还没有出现 但是他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让你就是 有那种第一眼遇到 第一次交流的时候 就会觉得蛮投缘 你们性格当中 相像的程度还是比较多的 嗯 星逼二 但是我还是感觉 你们可能已经认识了这个人 已经就是跟对方 有蛮多的一个互动啊 嗯 我觉得有见面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 可能见面会因为工作 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 走到一起 好 这里出现了 星逼期 星逼期啊 星逼期依然说 是和工作 和金钱相关的一些讯息 那金币的话 就是会在实用上面 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说 会跟对方有接触 那要么说就是 会在这个 嗯 要么是生活 要么是工作 这两个层面当中 会见到的蛮多 然后星逼期的话呢 星逼期他给我感觉啊 就是 你们现在的话 可能对对方 还没有说过多的心动 应该比较属于那种 很平淡的 嗯 但是对方的话 现在心里开始觉得 有一点不一样感觉了 他开始去想 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也许之前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 比较偏向于说是啊 这个 如果是在工作当中认识 那平常可能聊的 更多是工作 但是现在的话 对方就是 聊完工作之后 跟你在工作上的一些对接 然后处理之后的话呢 然后他还会想很多 其他的事情 就是忍不住脑海中啊 就一直想你 所以你一定程度上 是影响了对方工作的 然后这并不是说 你让他 你影响他工作 他心里不开心 而是说他的心理想法 开始逐渐的 往这方面去扩散 会是在业余啊 工作之后 其他的时间 也会想到你 所以现在你 我觉得说已经开始 慢慢的去进入他的心 进入他心底当中了 和他之间的关系 你们两个人工作能量 会非常强耶 所以说要么 你们两个人 会不会说是有这个 怎么讲呢 要么就是工作当中 有上下级吗 我觉得 因为这里还有皇冠 他星期七和星期二的牌 OK 这里 哇 保健五也出现 保健五的话 其实会代表说 一定的冲突感 冲突感 就这个人的话 可能你们两个人 会存在一些竞争 要么说是同公司的 一个竞争 要么说是两个人 处于不同公司之间的 一个竞争 有在去共同的争抢 看到说是这种 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可能说是他外在 当然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 对方可能说是 外在表现的 不太好相处 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给人感觉冷冷的 然后他可能说 更多的话 是一个人去做事情 而且说这个人的话 他的表情上 让我看到 他好像是那种表情很少 比较冷一点 然后也酷一点 没有太多的一些表情 对 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有认识 有认识 但是好像故事 没有说真正的开始 要么说还有什么样的 一个矛盾吗 我们把所有牌 都抽完之后 也许说我才能够 给大家一个定论 OK 又是一张新币牌 新币的试者 新币试者的逆位 你们现在两个人的关系 怎么显得说是很卡 哎 我要一张牌的 对我们要一张牌 然后我来总结一下 说是 好这里又是宝剑的一次牌 风元素和土元素的能量 还是比较集中 也是比较显 明显一点的 那我觉得啊 这里如果说是来看 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跟对方现在啊 我觉得比较初级的能量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如果说是 有比较多接触的话呢 其实宝剑物出现在这里 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啊 竞争啊 或者说你们要去 一致对外的 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在工作当中 有一些交集 这样的一个人 嗯 那我觉得 这里有宝剑的一次牌 还有说是 星碧二 星碧试者的那位 对你们两个故事 还没有说是真正的开始 还没有真正开始这样子 但是已经在工作当中 有蛮多的一些 互动和接触了 或者说你们会在网络上 有很多的聊天啊 互动讯息等等 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那你看 宝剑A死牌啊 宝剑A死牌 最近对方 他其实心里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想要来追求你 或者说是 已经感受到他心里 对你的那种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 这个人现在的话 你基本上 已经住进他的心里了 对 但是可能说 你们的话 要么说是 之前啊 他向你示好 然后你拒绝他了 你拒绝他 所以他会比较的 犹豫一点 不是说很主动 这样的感觉 嗯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啊 对方的一个具体讯息 看看是不是你心里想的 这样的一个人 好 我们这里的话呢 抽到了 宝剑骑士的逆位啊 宝剑骑士逆位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宝剑骑士逆位的话 对一方现在的话 他没有说是 在向你非常快速的靠近 嗯 这个人的话 性格上 我觉得是稍微的 不算是很清醒 或者说是很理智 嗯 他内心当中是容易想很多 就是情绪上 还是比较细腻 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的话呢 宝剑骑士的逆位 对方有在向你示好 但是你没有接触他 他没有接到他的讯号 所以说他心里 还是比较的不开心 或者说是 比较纠结 犹豫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那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 呃 宝剑其实逆位 这个人 他现在啊 其实对于说 想要推进 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是很犹豫的 但是我也觉得说 他是想要主动靠近的 只是说 没有那么的快速的 向你们拉近 对 这是他对方心里的 一个讯息 那我们再来看啊 对方的一个家庭 家庭上的话 我们抽到了 新币的A4牌 对方家庭的话 应该还是属于那种 不错的一种状态啊 因为 虽然他是一个 新币的A4牌 新币A4牌 比较开始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 这一个家庭的话 他初始状态 就是比较 呃 有一些 呃 金钱 物质上 财富上的一个累积的 所以他的家庭还是不错的啊 家庭还不错 好 新币A4牌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的家庭啊 应该属于那种小康的一个家庭 呃 父母上能够给到的支持 还是不错的 然后他的父母上面 我感觉性格是比较偏向于稳重的类型 因为是土元素啊 土元素的人的话呢 他都是比较注重实际的 然后做事情也是很踏实的 所以说 他的家庭成员的 给我感觉啊 家庭里面感觉 更多的话是那种 比较踏实 然后不会说是做过 过分的一些要求 或者说是做事推进的速度 是很快的 他们的家庭的话呢 更多的一个特点 让我觉得说 做事情很稳重 很靠谱 然后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比较 呃 一看就是很好的父母啊 去那种为小孩 考虑很多的一些父母 然后的话呢 但是土元素 可能他们有一点说是 呃 不算是特别灵巧的人 不算是很 很 很怎么说呢 不算是那种 做事情很 呃 搞一些投机取巧的一些事情 比较偏向于说 是一步一步做的那种家庭哦 是一些让人看上去 就能觉得说 幸福感会比较充足 这样的一个一些 一些的家庭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方的一个工作啊 好 工作上出道一张牌的话 是月亮牌 月亮牌来看工作的话 那对方他的一个工作 会和创意信息相关一点 对 更多的话呢 会是一个说 呃 要更多的 呃 就是说 需要很多的创意啊 和头脑相关 以及说和互联网相关的一些职业 呃 对方的工作的话呢 嗯 我觉得他的工作 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因为的话 看到说是 起伏感较重一点 所以说 这个人现在对于他未来工作 也是稍微的闲一点 比较焦虑的 然后同时的话呢 他的工作可能会和一些 就是在大众眼中 具有一定神秘气息的工作相关 就是别人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行业 跟自己是比较存在说 一定的壁垒的 对 他的工作的话 可能就像和我的工作一样 是带有一定的这种 疗愈气息 或者说 就是在普通人眼中 会觉得说 这 这样一份工作 需要很高的门槛 对 要么说是 塔罗啊 神秘学 带有一定宗教信仰的工作 要么说 他的工作呢 会涉及到说是这个 那就是在普通眼中 可能会和法律相关啊 或者说是一些公职人员等等 就是你会觉得 普通人很难去进入 他的那样一个行业 或者说很难理解 对 要么说是很高的门槛 要么说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需要说是比较高的一些 嗯 怎么说 比较高的一些 呃 职位啊 这个 这个学历 对 但是不是说 他所有工作 他所有同事都是要这样 只是说 他可能就是已经工作当中 呃 怎么说呢 可能是比较的 就是有阅历 有资历了嘛 如果说你们觉得 现在已经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 那他的工作的职位啊 他的工作职位可能说是比普通人 再高一些 呃 比较高一点这样的职位 要么说他就会有一些副业 他的副业的话 其实会让你觉得说 好像是很小众 对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看一下对方的身高和长相讯息啊 身高奖项 好 新B牌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给人感觉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对 如果说对方是一位男士的话呢 他的 整个人应该说是 呃 给人在视觉上的一个感官是偏为壮实一点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不会觉得这个人 他是像一个那种细细瘦瘦的一个身材 风一吹就倒 他给人感觉就是因为他是新B的国王啊 他肯定说是圆形 呃 圆润的一些元素比较多一点 圆润倒不是胖啊 倒不是说胖 而是说 可能他说他的下巴线条啊 以及说他的肩膀 会是给人感觉比较厚重的 就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很脆弱等等 呃 然后新B的国王的话呢 这个人身高 我觉得可能是中等 对 他不会是特别高的一个身材 是中等的一个身材 那如果说对方是一个女士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的脸是圆圆的 眼睛也是圆圆的 他给我感觉就是真的是那种 很卡 卡通的那样的一个长相的女孩子 那对方女孩子身高 也不是说非常高的一个身高 给人感觉是那种平易近人的 就是在你当地身高 会是一个比较和当地身高 比较接近的那种 但是可能还会稍微矮一丢丢 整体给人感觉亲和力很强 对 他的一个外貌讯息是这样 眼睛是很圆的哦 尤其是说他的那个 嗯 像他的下巴啊 也包括说他的眼角 以及说是那个脸型 都偏向于圆一点 这样感觉哦 所以说是一个亲和度很好 这样的一个人 那好 我们继续来看看 下一个讯息的话呢 嗯 就是看对方的一个 现在的财富状况吧 财富上的话呢 我们抽到了保健的国王 财富上这个人有储蓄哦 对方有储蓄的 因为同时的话 他也是一个保健的国王嘛 保健国王给人感觉就是 那种很理性的 是一个说擅长说 在金钱上做一定储蓄 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财富还是有的 但是他可能不漏富 是一个说外在可能会表现的说 是钱还蛮多的 但是其实 不对 是一个说外在表现的说 好像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这个人的话 他就是那种 呃 悄悄的存钱攒钱 或者说是悄悄的 做一些投资 在金钱上 应该是那种比较谨慎的 不会说把自己的所有钱 都露出来给别人看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你不管说当下 看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他有钱 或者是没钱 呃 大家都不要觉得 就是不要被他表面的那一套 然后去欺骗啊 我觉得这个人 因为这里出现的国王牌 都有两张 所以这个人大概率来讲 还是比较厉害一点 有储蓄的 对 虽然说他可能家庭 是只是一个小康的家庭 不算是特别特别的有钱 但是他自己这个人 我觉得是 嗯 做事情还是蛮成熟 蛮靠谱的 然后再说一些 补充的讯息哦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他身边啊 他身边应该是 呃 家庭成员当中 男性会偏多一点 就是他的兄弟 表兄弟啊 也包括说他自己的哥哥 或者说是弟弟 这样的一些男性 会偏多一点 呃 然后他自己的话 身 呃 个人周遭 我觉得说是 异性比较少一点 因为他好像是 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 未来发展 会看的比较重一点 你就更多的话 会把自己的整体重心 放在自己的个人发展上面 他的话呢 我觉得看起来是 比较成熟 嗯 然后看起来不算是那种 特别爱抖机灵 或者说 凡事都要去插一脚 说插一嘴 去说这样的一个人 他好像是 在工作当中属于是 更多的关注于 他自己所在的一些事情 看起来的话 其实会显得说是 就是经历很多 然后经验也很丰富 看起来就像老师一样啊 然后懂很多 会的也还蛮多 不是一个很俗气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一些 比较清高的气息的 可能他当下做的工作 有的时候需要委屈他 去做什么样的那种 去对别人笑啊 或者是做一些 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但是他心里 其实是不开心的 我觉得这个人 嗯 内心很不俗 就是他会 想要有一个 说是能够特别理解 他这样的一个人 人品上面 我觉得这个人很 很不错啊 人品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靠谱的 然后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他做事情 不爱去讲究一些 投机的 投机的想法 然后会更多的话 是偏向于说 靠自己的去实力 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 还有的话 我觉得对方也是很有才华 因为他可能是 比较喜欢看书 或者说是 比较钻研某些 比如说是比较喜欢历史啊 或者是比较喜欢文学啊 或者在某些方面 有自己的爱好啊 因为比较有才华 但是嗯 他会的这些东西 大部分时间 不会是在其他人面前 去展露出来 更多的话 平常就是你会 如果他的职位 已经做到了 中层管理人员的话 那他的 看起来就看着 好像有一点高冷 但是如果说 他还是一个职员的话 还是一个职员的话 他平常也会是 更多的专注于 自己的内在 专注于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内容 对的 我觉得对方工作 还是比较偏向于 说是 嗯 有较高 然后我觉得对方工作 应该还是比较要求 他有较高要求 有一个较高的学历 或者是能力 这样子 对方有一定概率 会戴眼镜 就是有一点近视哦 有一点近视 但是他近视的话 可能 颇于那种 两百度左右 就是你会觉得 他戴也可以 不戴也可以 要么说他有戴 隐形眼镜的习惯 我觉得他有 他不是一直都要去戴眼镜的 然后他的话呢 我觉得心里面是容易去想一些事情 因为月亮牌出现在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他是有事情 会是在内心当中有很多思考 但是在外在工作上面 可能还是推进速度比较快速的一个人 呃 做决定很快 但是内心当中 需要去消化一些他自己的 过去心里的想法 或者是当下事情带给他内心的一种冲击感 然后这个人比较的显年轻哦 不管说他真实年龄如何 我觉得他在一个生活当中 更多的话都是偏向于说是 嗯 在在生活当中更年轻一点 不算是那种 不是那种 因为内心焦虑 所以说外在也会很闲聊 但是他好像就是属于那种越火越年轻 越火越年轻有点夸张 但是他肯定是非常的扛老的 看上去绝对说是带着一定的少年气息 少女气息这样的一个存在 就别人不会说是轻易的能够去猜准他的年纪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说 对方的话 他会从心里面是如何看待你的啊 把你放在他心里面的什么位置上呢 我们来抽雷诺曼来看看啊 哦 狗狗牌出现了很忠诚的一个能量 这个人 他果真是对爱情爱得比较认真 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因为狗狗牌出现的话 那他心里面觉得会有一种主人的感觉 就是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他的主人啊 你是他最忠诚的那种 呃 需要就是 呃 让他觉得你是特别值得他去奔赴 就像我们开场在说的啊 那这样的一段关系是双向奔赴 那以及说是他会在心里就非常的信任你 对 因为狗狗牌在这里的话 他是代表着忠诚吧 那以及说这一段关系的话 是能够啊 互相提供一些价值的 可能说是精神上面的价值也有 也可能说是我们物质上面的一些价值 也都会有一些 好我们来再看看啊 从他心里面是怎么看待你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第一张狗狗牌既然出现啊 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还是蛮重要的 他就有点觉得说你是他 有一点把你当成他的正元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第二张牌的话 幸运草爷 他觉得遇到你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然后同时的话 可能说你们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啊 因为其实这里的能量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说我们第一组朋友和这个你即将住到对方心里 当然我觉得说现在应该改口说好 像你已经住到他的心里 但是你们两个人的故事还没有说是真正的开始或者说正式开始吧 可能你们跟对方之间是一些暧昧的能量 那幸运草出现在这里的话其实会有一个说啊 他会觉得你们之间关系发展还是比较出乎意料的 就之前你们虽然已经认识了 但是没有真正的开始 那当下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讲 他就会觉得好像故事啊 你跟他之间故事真正的开始了 他觉得说有一种很开心 然后同时也有一点迷茫 有一点懵 说哎为什么我之前心里还没有想到说是 要跟你之间发生一些故事或者是爱情呢 那然后说幸运草这里啊 其实可能说有些朋友不是很喜欢 但是还要讲啊 因为幸运草牌可能会代表着一些复合的能量 复合能量 那如果说你现在没有什么前任啊 就是我在提 说到这张牌卡之前 你都没有说心里有任何前任的影子的话 那他可能会对应到说是突然的一个新人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什么呢 就是你跟对方之间过去的时候 他有向你示好 但是你拒绝他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说通过前面的描述的时候 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前任的话 那我觉得对方他是会找你复合的啊 他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毫无征兆 但是他对方会去找你啊 因为幸运草就会代表这说一些前任复合的能量给到大家的 好我们再看看啊 这里的话呢 我们出现了船啊 船的话你跟对方可能是有一定的远距离的 对 异地恋或者是异国恋的一个讯息 但是同时的话 对方心里会把你当作是什么呢 就是他心里一直想要去找的那样的一个人 他的话呢 不一定说过去一定是单身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长久以来心里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 在经历一些感情之后啊 尤其是在经历一些感情 或者说原本他会觉得很正式 或者说是他期待很高的一些恋情的时候 他的失望感会更强一些啊 他就有一种悲观感在 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找到合适的一个爱人 但是终于在你这里他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传牌的话那我觉得对方心里还是有一种找寻感的 他觉得你是他找寻了很多的那很久的那样的一个目标啊 你看因为这个 这个就放大镜 对 也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朋友们 他也是在说这样的一个讯息 对方心里也是觉得说你就是他的答案 终于就是被你被他找到了 然后有一种很认可 也会觉得说啊终于 茫茫人海当中 之前虽然一直和你有相处有互动 但是终于啊发现了 其实答案就在身边 最适合他的人也在他身边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看到你真的是有一种说 找了好长时间 哇这个人可能在爱情上的经历 还是蛮丰富的 因为还有的话他在对方的一个 牌面当中还有月亮牌 那我真的觉得对方的话 在感情上受的伤害 以及说是他对感情的一个期待值都是蛮高的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再来抽一张牌 好 熊牌出现啊 熊牌的话 他觉得你从他 呃 其实不得不说啊 这一组朋友 你可能给他的一种 感觉的话是带了一点 稍微强势感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 呃 你在他心里会让他觉得很安全 就要么你们可能会是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啊 第一组的朋友们 要么说你们外在看起来是有一点强势的 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 要么说你们外在是很温柔的 想要让他去产生保护感的 熊的话就会对应到一定的 熊的话呢 就会对应到一定的安全感和保护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段关系 呃 要么说是呃 他心中是想要去保护你的 要么说你给他的感觉就是你很强 然后你能够去保护他 那可能跟每一个呃 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的一个讯息是不一样的 但是说这场关系啊 我觉得一般在感情牌当中 出现了狗狗和幸运草 还有说是这个熊牌的时候 我都觉得还是嗯 蛮靠谱的 他会让我看到说你们关系发展 特别的稳定 不会说是让我觉得露水情缘或者是什么的 是一个说长久 长久发展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也会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 像不信任感啊 或者说是走的弯路 都会比其他人会更少一点 对 你们两个人的话 来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感情未来的一个发展故事当中 都会有哪些的内容存在 用我们的岛屿卡给大家一些讯息和提示啊 看看 好 下面掉了一张 哇 上升 那这张牌的话呢 我觉得说 他出现的话 你们的未来感情是 首先来讲 他的一个 在发展速度上还是比较快的 不管说之前的时候啊 你们是否已经认识了 是否认识 然后并且说 暧昧了很长时间 没有推进 但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的话 会很快速的 同时我觉得是能够去提升你和提升对方的 提升你和提升对方 然后让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一种说是 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 以及说让自己的心是很饱满的 嗯 未来的感情的话是 我觉得 你们好像是有一种说 找到了真正的人 对的人 我们说证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是什么 其实就是 你会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会变得很顺利 对方也会变得很顺利 哪怕说是脱离啊 对方给你的一些帮助 单单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 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今天没来游的很开心啊 没来游的就好像看一些过去很讨厌的客户 或者是一些领导上司 之前原本看他很讨厌的 但是因为和这个人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觉得自己心里有这种说 不要跟对方计较啊 然后就是说 小问题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 那就证明你是遇到了正元对的人 这个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哦 好 又掉落一张金色的镜子 那这段关系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很像那种 说知心爱人 这两个 这个词有点土 但是确实啊 我觉得你们是存在一定的镜面关系 就是属于那种 你心里是对某些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不用说是通过语言去讲 对方他可能就会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然后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未来发展 可能说更多的是偏向于一种直线关系 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就去说 是一个说是 一看就能去看到心底去最深的一个想法 但是同时啊 如果说这段关系 如果存在一些开玩笑的成分的话 那可能对方真的会生气 就比如说你跟对方说 你不喜欢他了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会当真的 因为他会 他整体给我的性格而言 就不是说特别能够去接受玩笑话这样的一个人 容易去吃醋 容易去生一些闷气 好我们看这一张 你们未来关系发展的话 我觉得很愉快 会有很多的度假 很轻松的一个能量 很开心很快乐 也会去做一些游戏啊 或者说是在一个放松的时刻 然后都处于这种很轻松的一种状态 会一起出去玩 也会说是两个人在一起 更多的是寻求精神上的一个追求 而不是说过多的在意 这种外在的一些现实啊 或者说达到我们虚荣心的那些的一些事情 更多是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发展的话 是一个你开心 或者说两个人会共同的追求一些 从心灵高一点的一些兴趣和爱好上面去 所以不是说没有可能 未来你们两个人会脱离掉 现在这种 就可能说有些朋友的话 现在是已经觉得很累了 很想要去那种 没有很多人啊 很平静的一些小山村啊 或者是一些没有过多人际交往的一些地方 去生活或者是工作 我觉得你们未来可能会是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不需要跟很多人去打交道 或者说是在人际关系上尽量的去做减法 让自己在和其他人交往这件事情上 会变得更加的简单和直接一点 这是你跟他对方在未来的一些能量啊 会有很多的照片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就是照片出现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未来是蛮多的有那种仪式感的 他可能和金钱的仪式感不一样 更多的话我觉得是一种 你会觉得 自己心里是觉得说对方好像特别珍视你 他可能送你的礼物不算是很贵重 但是说你会觉得说意义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日常的惊喜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恋情啊 而且说对方可能说是会为你拍很多的照片 这个毕竟照片出现的话呢 肯定要再讲一些 它是比较直接的一些讯息啊 比较擅长拍照片 也会说是喜欢把你带到啊 因为照片它会代表着一定的曝光度嘛 就是你会很高频的出现在对方的家庭和他的朋友里面 也会是他出现在你这一边 互相一种渗透感和出现啊 好这里的话 OK我们又出现了棺材 那棺材出现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个 有一点啊 有一点他就是说你们这个关系是能够发展到一个 终结那种状态 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遇到这个人之后 不需要再去寻找和挑选了 其实对方也是这样 我觉得对方也是从心里面找了很长时间 会有一个说是重新的打开 他可能说是内心有过封闭 或者说你这边内心是有过封闭 然后在未来走到一起的话 那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是有一种说从内心去交流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灵魂伴侣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非常的强 虽然说我们今天牌没有看到啊 但是有的时候即使说有灵魂伴侣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我也不爱用灵魂伴侣做一些解读给到大家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一组牌 就特别明显给我一个讯息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会有很多的来自于说深层交流的一些事情 就是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因为聊天 然后会觉得说对方是一个很懂自己的人 然后到你们恋爱初期啊 甚至说中后期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说世界上最懂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这样子 好那这些的话就是第一组牌朋友的讯息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说订阅或者说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也是希望可以领取好运啊 狗狗牌出现的时候好可爱的这一张牌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领取好运 领取到说属于自己的一段啊 双向奔赴的爱情 忠诚度很高 好祝福大家哦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很笨很笨的人 说不出太多好听的话 写不出华丽的词早 如果问我期待什么生活 脑海里只能想到啊 我想和喜欢的人每天一起吃饭 单单是这样想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明明看起来很平淡 很普通的事 却让我倍感浪漫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看一下哦 你即将住进谁的心里呢 这张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来做啊 能量对应的部分 看一下说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好 那我们一共抽三张的牌卡 现在就开始吧 好 我们第一张的话 抽到了宝剑的A次牌 然后的话呢 是权杖八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张 宝剑的女王牌 风元素和火元素的能量在这里 这组朋友是不是最近的 在心里面的想法会偏多一点呢 就是可能会在考虑说是 周围生活的变动 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在思考着 最近可能说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给了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是 悸动啊 在思考着什么 能够看到最近这一组 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在内心想法上的一个 能量是起伏不定的 就是有在去打算开始着什么 因为它有A次牌 第一张权杖一嘛 还有我们的宝剑 宝剑的A次牌和宝剑的女王牌在这里 所以你们好像是打算有一个新的开始 并且说是 行使自己应该拥有的某一份力量吗 不太确定说到底是什么 但是能够看到是 在为某些事情感觉到有一点 着急或者是 想要去从中间改变这样的一个能量 权杖八的话 我感觉你下的这个决心可能比较大一点 就是 关于走出这第一步啊 你可能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 一种想法 想要去酝酿啊 就是已经为这件事情筹备蛮久的一种感觉 但是虽然做决定的时间不算很快速 但是其实你也知道啊 当你真正的去行动起来的时候 你就代表一种头也不回的感觉 就一定会把这个决定啊 从开始到最后的一个执行 一定是非常坚决 以及说是会贯彻到底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组朋友行动力很迅速 你们是属于那种 一旦啊目标倾机 你就会去很快的行动起来 我觉得可能最近你们身边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们就是对于内心的转变 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促使你们终于下了一个之前 有一点觉得无所谓的决定 或者说是你过去的时候 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萌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出来 可以看到确实是心思上的变动很强烈很大 然后全账八的话 可能说有些朋友 你们最近有经常出差和加班的能量 经常是要移动 或者说你还是在你本地啊 的公司当中工作 但是可能你需要去和很多人去交流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不再是你一个人决定就可以的 你需要去和很多人去确定 一起说征集着什么样的意见 然后再反复的就来回的移动这样的一个能量 保健女王的话 可能有些朋友最近啊 你们是有升职 要么说是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后 你已经适应了当下的环境 开始说是做自己了 不用说是很拘束的工作 或者是说一些话 然后这组朋友 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的严肃一点 因为我看到你们身上理性的能量是很多的 工作是很用心的 因为你会有一种说 自己的未来一定要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的观念可能就是说一定要有事业 金钱和事业可能说是你生命当中 你觉得最在意的两件事情 然后你们的观念 我觉得是比较务实的 是有一种说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一步一步的让自己的人生积累和经营的更好 有时候的话 其实容易被一些情绪所影响 有的时候会有点克制自己 让自己情绪放不开 容易有一点钻到牛角尖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你们应该要试着的话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释放出去 你们可能属于那种一点一点的积累 自己心中的负面的能量啊 包括说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说你非要去把它攒起来 而是说你想让自己成为一个 不要过于在意小事情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呢 希望自己说是更加豁达一点 然后逼自己成长 逼自己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但是这些小的情绪积攒到一起之后 你就很容易就是在某一个瞬间 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毫无动力 然后没有任何的心思去为自己的未来做努力 也没有说一个很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当下的工作和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就突然那段时间就是整个人内向起来 或者说很抑郁 或者你在晚上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到一些不开心的状态里面啊 晚上的时候容易想很多 容易不开心 然后的话呢 这组朋友平时啊 你和待人接物应该是那种很平和的 也是说落落大方的 然后对陌生人也好 也是比较和善的 但是说你们是对朋友很挑剔的 并不喜欢说是和任何随便一个人都成为朋友 你外在看起来是比较的亲和平易近人 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去走进你的心 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啊 就是你展现出来的和你的内心想法 其实还是有一个较大差别的 然后这组朋友的星座的话呢 星座我觉得还是风元素的能量会偏多一点 那就会是天正水平双子座的朋友们 然后一点火元素 火元素的话我会觉得说 这一组狮子座的朋友有在这里 那星座的信息的话就到这里啊 如果说星座没有对应上的话 大家就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 去关注我们的能量的部分 如果说能量也不相符的话 那就证明说啊 我们应该去看看另外两组了 那同时也要去在这里备注一下 再啰嗦一下 如果你看到第二组的时候 你还有其他组你在心动的话 那证明第一组或者是第三组当中 也有你所需要的能量 那如果大家时间方便的话可以去看啊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抽牌 看一下说对方当下和你的距离啊 你们双方有没有说生活当中走到一起 接触到一起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 看看对方是一个完全全的新人 还是说他已经从在心里去印象 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呢 我们请的是小王子这副塔罗牌啊 小王子这副塔罗牌给我的能量总是非常的疗愈 也希望说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讯息 都是偏向于疗愈性质的 不过第一张牌就还蛮好的 因为第一张牌我们抽到了圣杯的S牌 圣杯S牌的话有一种说 嗯 一切都准备好了 然后非常快的 你即将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很快速的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牌上面的话 既有蝴蝶和毛毛虫 还有一些这个应该是虫卵和这个算是碱吧 我觉得是整体的一个生命的周期 代表着说一些事情啊 那当然它也可能是露水 但是如果仅从毛毛虫和蝴蝶来看的话 我也觉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 就有些故事啊 它正在酝酿阶段 处于一个即将开始 所以不管说这样的一个人 有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都觉得我们第二所朋友 即将要开始一段恋情了 你已经就是走到了某个人心门的前面 你一推手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腿棒C点 对 第一张牌就会让我觉得 很放松 我很为你们开心 然后说着说着都要忍不住笑 好 然后这是圣杯的A次牌给我的能量 非常的好啊 但是说这样的一个段关系的话 显然显得是有一点趋直啊 因为玫瑰花的话 它是有一种弯弯绕绕的能量 不排除说有一部分朋友 其实你即将住进的某个人的心里啊 住进谁的心里 就是在某个人心里安家的 安家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是可能会 过程没有那么的顺利 就是可能他现在心里已经就是有你了 已经在期待着这样的一份感情 但是可能说没有那么直线性的开始 那可能说是这样一个啊 心里有你的人 他的话呢 现在跟你之间的现实上面的因素差别 可能会偏大一点 因为渐展的不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已经确定下来了 对 稍微显得说有一点卡啊 有一点卡 那如果说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对应到我们第二组朋友 就是可能你自己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恋爱了 那现在的话可能说猛的开始这样的一段恋情 你可能还会觉得说是恋爱啊 无所谓啊 我现在我觉得我工作好忙啊 事业好忙啊 对方马上要来吗 我还想再为我的工作冲一冲啊 就是有一点觉得自己当下还挺好的 是吧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如果说你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 那对方他可能也要再等一等 对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即将开始这样的恋情 还是要看你们自己 如果你已经完全的准备好了 是一个敞开的态度 那对方就会很快速的进入你们 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的一只玫瑰花 是你在这里弯弯绕绕 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在修整自己 然后还要再去为工作冲一冲 然后每天的话就不太想动啊 想宅在家里这样的状态的话 那可能你们的故事还是要取决一下的 就要看说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呢 对 也许说你看 我这样分两种情况来讲 你已经知道说你跟对方的一个距离有多远了 但是圣杯A4牌我觉得是一个万物复苏 就像是我们做这个占卜的时候是春天 哪怕说来看视频的朋友 你们是其他三个季节来看啊 也许说你在地球的另一面 你现在不是春天 但是如果你来看的话呢 我也觉得你的故事很快速的 好 我们现在再抽第二张牌啊 第二张牌来得很快啊 是站车牌 它也同时 我要看看有没有刚才翻出来 但是没有被我看到的牌啊 嗯 没有 那站车牌的话 我觉得说也是一个很快速的能量 就真的 我们第二组朋友 不管说你是否准备好了 然后你的故事也很快速的要开始了 站车牌的话 就是一种征服的能量 我觉得说有人已经准备好了 被你征服 或者说是要过来征服你们的心 他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已经住进他的心里 他也要去完完全全的占据你的心 对 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可能说有一部分朋友 有会做过一些预知梦啊 就是你有在梦里梦到过某一个人 梦到过这样的一个恋爱对象 或者说你在心中预期着期待着什么 那你不用怀疑 其实对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很快速的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是你的守护灵 他在给你一些指引 他在给你一些讯息 让你去把握住对方 其实我觉得这里会让我看到 有些朋友跟对方 可能会是有暧昧的 不是很顺利 但是不是说完全暧昧失败 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有动心 但是两个人可能都是在那里 等啊等啊等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卡的能量 要么说是 你们现在就完完全全的单身 如果说你们现在身边 没有任何人出现的话 那等到对方出现的时候 也是很快速的 不用说在心里想说 我自己现在完全身边 没有任何的转变 那我就不是 不是这样的讯息了吗 不是的 对方会很快速的 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他的能量让我看到是很快的 有巨蟹的能量 然后同时的话 这个人也是一个竞争力 比较强的一个人 那可能说有些朋友 如果你最近的话 有些出差的能量 比如说你要去外地啊 或者说你最近 有些要去搬家 或者说换公司 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 我觉得你会跟 会在这样一种 移动的状态下去 遇到对方 要么说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生命当中 最近有没有谁 突然很快速的 闯入到你的生命里 闯到你的生活周圈 如果说你感觉到那个人 他的能量 让你感觉到比较特别的话 那你不用怀疑啊 我觉得说大概率 比较就是对方了 对这是战车牌 战车牌 它带来的能量 确实是一种 很快速啊 很快速的一个能量 而且说是那种 让我觉得是阴阳调和的 会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 如果说对方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那可能也不是说对方啊 这里的话让我看到 有水到去成的能量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说是两个人 刚开始以 斗嘴的形式走到一起 而是说两个人 就很舒服 很放松的一种状态 会开始这样的一段恋情 而不是说以这种 互相看不顺眼啊 或者说打打闹闹的方式 走到一起 好那这里的话呢 出现了宝剑舞这张牌 宝剑舞这张牌 让我看到说是 有一点点是 有些朋友 其实你为什么说是 我们刚才在说 这个圣杯S牌的时候 我说到说 有些朋友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有一点弯弯绕绕嘛 那其实就是因为 来自于感情当中的伤害 还没有从中间走出去 我觉得你是在害怕着什么 在去抵御着什么 有的时候一些人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或者伤害 它不是明面上的 它是让我们不由自主的 在去害怕着什么 恐惧着什么的东西的到来 然后你们的话 让我觉得确实没有从一种 其他人的感情影响当中 去走出来 也许说是你身边 正在经历着某些事情 就是你身边有人啊 他的感情不顺利 或者说不忠诚啊 要不说是你原生家庭 或者你的 某一任感情对象 它带给你的伤害 让你说是 处于一种被伤害的状态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已经疗愈好了 但是只有当你去 剖开自己去看的时候 才会发现 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恋情 还没有准备好 进入到恋爱当中去 那保健五的话 还有一个讯息 就是说啊 你跟对方之间的能量 我觉得会是 有一种说是 两个人会有一点啊 这个来自 过去的来源 过去经历的能量 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说是 你们要么说是 存在于不同的层级 或者说是 过去你们的人生经历 是有所差异的 这有一种说 让我觉得 你们的 关系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你跟对方啊 虽然说相处起来很放松 很舒服 但是你们的现实层面 有些东西是需要你们去 进行一定的挑战的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 你过去的时候 你没有受过什么感受的伤害 那就会对应到 现实的因素上 现实上面有一些东西 你们两个需要去 共同的去面对 但是如果说你经历了 像我说的 原生家庭啊 或者说过去的某一个 情感上的伤害 或者说是 你周遭某些人感情的伤害 对你的影响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 那你需要去让自己的能量 去清除一下啊 也不是说清楚 就是你要去放松啊 太紧绷的一种能量 有一种说 因为其他人的过错 然后再去影响到 干涉到你自己的一个恋爱观 或者说是感情的发展了 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牌的话 看你们的恋情啊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出现了教皇牌 你们这里的话 我觉得说是有一点前世能量 教皇牌 其实大部分情况 我会说你们的关系 有一些贵人能量 虽然说有贵人能量 但是这个贵人 可能是你们现实当中 没有办法去遇到的 要么说是 你会觉得 冥冥之中会跟这个人走到一起 我觉得是命运在推动着 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啊 这样的一个权威 我比较来 我比较倾向于说 上一世你们两个人就已经遇到了 是一个说 在上一世的时候 已经受到了 说是宇宙给你们安排好了 或者说上一世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就有一个很强的心愿 就是说这一世 两个人还要走到一起 还是要奔赴到一起 对 教皇牌让我看到说 你们两个人这一世 不管说走到一起的时候 心中有多大的一种诧异感 或者说觉得等了很久 才等到对方 但是心里都会很开心的 是因为说你们的故事啊 你们这一世的剧本 就是已经到了 说必须要面对 必须要走到一起 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说有些朋友啊 这里叫皇牌 让我看到说 你们可能已经到了那种 婚育的年纪 已经到了适合去结婚 甚至说还稍微晚一点的年纪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就是 现在这个人的出现 就是宇宙 他帮你选好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适合你的 不管说过去我们有没有走过弯路 但是现在遇到这个人的话 就是代表着说 我们感情到了一定的状态 好月亮牌 月亮牌 所以说这里会有一些朋友 跟对方现在是暧昧的一种状态 对这里恋情的话 是有一种说啊 让我觉得这个关系的话 处于一种正在开始 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 是还没有完全的遇到对方 但是所有的牌都在向我提示着说 你跟对方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是很浪漫的 但是可能现实因素 也是不能去忽略的 因为月亮牌的话 代表着说 你是有一定的担心和焦虑的 然后同时我们还出现了保健舞这张牌 所以有些朋友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 如果说现在身边有人在追求你的话 那可能说你们两个人某些层面上相差是比较大的 或者说呢 对方是否身边有其他的感情关系 让我看到一些比较焦虑的能量 但是你们两个人在这一世的缘分上还是比较强烈的 只是说过程要去磨合一下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看对方的一些具体的讯息啊 看看说对方他的那个家庭上面呀 或者说对方的那个身高外貌啊 财富等等的上面的一些讯息 看对方的一个特质啊 保健食这张牌 保健食的话呢 这个人事业上还是比较有成就的 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理性的一个人 他的领导力是比较强 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然后是一个爱憎分明这样存在 我觉得说他的权威性是比较强的 他有一种说会让别人觉得有点害怕 有一点说别人不敢去靠近他 要么说这个人他的长相上啊 长相上是特别的优越 让别人觉得很高冷 有一点觉得说 就是普通人和明星之间 总是存在着什么样的一种弊嘛 那可能说这个人就属于那种 长相非常的好看 那要么说如果不是五官上的 那这个人他的那个弊的话 就是存在于说 他的那个职位上 他的可能他的工作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 或者说这个人的话 那么他的职业就要求他不能够去嘻嘻哈哈的 然后我也觉得说 那保健时的话 我也觉得说这个人确实还是比较闪亮的 是带有一定威严感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也是一个说 其他人眼中比较厉害的存在 他厉害之处就是别人去 看到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话 会觉得是很羡慕 这个人在感情上我觉得说比较的果断 不太像是那种弯弯绕绕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弯弯绕绕 可能说是你在面对着对方的时候 你的那种内心层面的一种 过去的伤害 或者说你对于感情的一种恐惧感 或者说是专心感 有被动的能量 好 对方的话还有一张保健牌 依然的话是显得非常的沙发果断 保健三对方的一个特质的话 确实说领导力很强 我觉得说是属于那种很心动 很心动 因为保健三其实除了说是一种伤害 还有就是你们关系上会有一种合作 那其实说这场关系注定是说 两个人是有一种不一样的能量 但是说当你们真正的去走到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说能够去继续下去的 他是一种创造啊 也是一种表达 所以说这个人的话 他是不害怕伤害 也不害怕说过去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失败 就是有一种说随时都可以开始 然后以及说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他也是有一种即使痛 他要去爱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你拒绝了他 或者说你觉得你们关系当中 有哪些不合适 但是他不是像有没有那种玻璃心 你推开他 他就碎掉 我觉得这人的内心是很强的 他是那种 因为受过伤了 所以那块的地方会更加强一些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对方的家庭啊 对方家庭的话 我们抽到了全账五 全账五的话 火元素的一张牌啊 对方的家庭怎么说 他的家庭里面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热情 属于那种打打 闹闹 启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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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很好的这样的家庭 所以说他家庭当中的长辈的话 可能就是我用一种 嗯 就是像小孩的那种方式 你知道吗 就是大人跟小孩相处的非常像朋友 然后就是大人也不会说是拿着大人的那种威严感 然后要求小孩子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尊敬 然后小孩子的话也心中没有说过于的这样的一种层级感 会有一种说家里啊 就是大人跟小孩会有一种吵架 吵架之后 然后但是又很快速的和好 因为大人的话 他并没有说给小孩子带来那种非常强的一种威胁感 或者说是威严感 但是说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 全账物也会让我们看到 对方的家庭当中可能会有一位男性 他的那种他的男性的一个特质的话 是让我看到和对方啊 对方他和他家庭当中的男性是有不和的能量 可能说是有一定的在上年时期会比较的叛逆一点 和家庭能量特别不和谐啊 但是现在的话随着年龄增长 我觉得会有一种缓和的趋势 如果说你现在 如果说对方年纪现在在三十三十三岁之后的话 我觉得他会跟他的家庭开始有一种修复过去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所以他的家庭能量觉得说比较热闹 那其实总结下来就会是两种可能性 要么说对方的家庭会是 像小孩子一样吵吵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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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说这个人在青少年时期 然后很叛逆 和他的家庭处于一种完全不来往啊 或者说是有吵过很严重的一些架 就是在叛逆期的时候 没有被好好的对待啊 那段时间跟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的不好 以至于说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跟他家庭之间的关系 就有那种剑拔拔张的那种能量在这里 好 权战五 对方家庭确实 我觉得说是不只有一个人啊 他可能有兄弟或者说是姐妹的 然后我们看对方的一个外貌讯息啊 好 我们出到两张 一张看外貌 一张看他的财富啊 那 诶 都是七号牌啊 都是七号牌的话 好 那我们就是先外貌再财富啊 先外貌再财富 在牌后面指了 然后大家看不到 然后先看外貌 星壁七的话 这一组的长相跟上一组长相 稍微有一点像 但是星壁七的话呢 这个人他就是很均衡 他的是一个运动协调能力很好 这个人身高我觉得还是偏向于中上 对 中上那样的一个身高 然后长相的话 我也觉得说他是脸上有比较圆的一些线条 但是说他又不是很壮的那种 他身上又带着一点那种 他不是那种很圆润的圆 他是一种稍微偏瘦一点的圆 这样讲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可能他虽然看脸是圆圆的脸 眼睛也是圆圆 鼻子也圆圆啊 但是他不是因为胖才圆 而是说他的五官就长成这个样子 不管说男生女生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长相 这样的一种感觉给到我 然后以及说星壁七的话呢 我觉得说 因为七这张牌啊 他就是一个思考和内心 所以不管说他是对应到哪一种思考和内心 就是说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外貌 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他会是在自己着装上也好 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发型上啊 自己说是身材上 都有一些较高的要求 就比如说会想啊 今天这个发型合适不合适 说最近头发是不是要去 嗯 理一理 然后做一个新的造型 新一个的染色呢 或者说他会思考 他今天的服饰 是不是搭配的很好 或者说最近啊 应该要不要就是说 换一批新衣服 就总之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这样的一个存在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圣杯七 圣杯七看对方的一个财富 因为圣杯七的话 其实他会对应到说是 也是一个啊 这样的思考和内心 那我觉得说这个人 他在财富上的话 就是欲望还蛮高的 他可能说是喜欢的东西 然后就要去买 不是说那种想很久 就要想很久 然后又算了 所以他会带着一点啊 及时行乐这样的一种心态 在去生活着的 嗯 他是心中 心中的话 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会是月光族啊 就是手中有多少钱 又花多少钱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毕竟七号牌 他是一个内心的能量在这里 就是说在做事情 再去花一笔钱的时候 他开始慢慢的讲究 什么开源节流了 要想一下说 这件事情 他购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以及说思考一下说 如果我把这笔钱 用在其他的地方 会不会说更合适一点 对 之前的话可能偏向 比如说是花钱无度 就是及时行了 但是后面的话 还是在尽最大程度的 让自己处于一种享受 享受这样的状态 但是又开始 对于自己过去花出去的钱的话 有一种反思 在想说某些钱值不值得花 或者说到底应不应该花 对 慢慢的开始清醒啊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心里会如何的看待你 心里给你留的位置又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就是用雷诺曼来总结一下 看你到底在他心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但是不妨碍的啊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们的关系 正式开始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好删啊 哇塞 你要占据他整个人的内心吗 删这张牌的话 给人感觉都是体谅感比较重的 对 你会觉得说 他的心里全都是你 有一种说是 真的就像刚才我们在讲 这个保健三排的时候也是啊 就是哪怕你推开他 哪怕你给他一些 冷脸去看的时候 他心里还会觉得说 你很重要 是一种说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 从心里面会觉得说 你是最适合他 最让他最舒服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你们 过以后的相处过程当中啊 这个人的话 他会因为认识到 就一开始就认识到 你是很适合他的 所以他会尽量的去忽视 你们关系当中 磨合的那一段的时间 你们的爱的话 不是那种越痛越爱啊 不是说通过 一些分开的原因 让你感受到对方 对你的重要性 或者说是 让他感受到你的重要性 那这张牌的话 就是让我看到说 你们两个人 是那种 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因为各方面 都能够是 在心里达到了 较高的期望值 所以说你住进他心里的时候 一定说是他给你专门留了一大片空地 甚至说把他心里全部清空了 都是你 好 这张是山这张牌啊 哇 出来的牌太多了 我们重新来抽啊 好 我们这里的话呢 花园这张牌 你在他心里的话 有一种说他觉得 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那种感觉 你在他心里有一种那样的能量 就是他会觉得说 好像有的时候 即使想要去跟你闹矛盾啊 或者说是想要 也不是说故意想要跟你闹矛盾 而是说有的时候 有一些磨合时 磨合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他就觉得说 即使他身边有其他人在存在 即使他身边有其他人在追求他 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 最适合他的那个人就是你 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没有办法去把眼光看向其他人 我们现在去看这张牌的话呢 也会觉得说 这张牌视觉中心点在这里是吧 在这个亭子下的女人 有的时候说 有人离我们最更近 有人好像是更华丽 但是好像那个人虽然面 五官都看不大清了 但是他依然是说 最吸引着我们目光的 那他这张牌就是 他看我们看向这张牌的人物中心点 看向这张牌的中心点的时候 就是他看我们啊 看你们那句话就是有种 一定要给你留个位置 也说不出到底哪里好 但反正就得是你 对 有一种说 弄不明白 但是还是给我们留地儿了 留一个很宽敞的房间 好 我们继续来抽牌看哦 哇 弹出去了一张 出现了树这张牌 树这张牌就是很稳定的 代表着生命力 也代表着健康 那树牌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他心中站的位置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代表着说是那种 很紧密的关系 他从心里面就觉得说 你很懂他 你很支持他 也是一个说 让他心里觉得很放松 很舒服 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树牌的话 也会对应着说 你们两个人关系的 这种能量连接 是纵横交错着啊 是一个说 哪怕是 就是他觉得不管你们关系 未来会有哪些的阻碍 但是他从心里就觉得了 未来的话 身边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有一种说是把 呃 看起来他好像是 只是一棵树 但是他下面的根 肯定是盘根错节的 仅仅缠绕在一起了 对 这是他心里对你的一种 给你留的地方 只要是说 你看又是树啊 花园啊 嗯 还有 呃 这个 迷宫啊 这个山啊 都是一种说 体量感很大的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房子啊 呃 小鸟 小鸟的话 它其实也会对应到 我们家庭的能量 还会说是一些沟通嘛 啊 约会 所以说 这个人在心中呢 你确实单独给你 造了一个美丽的房子 去让你去 待在里面的话啊 也是说 其实这个人很喜欢 跟你之间的那些约会啊 呃 聊天啊 互动啊 其实他都会很开心 三角排就是说 你们这场关系当中 约会会非常的多 他也会是说 想要你们关系当中 是有这么多场的约会的 嗯 孩童啊 嗯 你看孩童眼前 最重要的就是宝石 那有的时候 他看你的话 会觉得说 你像孩子一样 有一点点的韧性 可能说 有像孩子的韧性 唐湖石的话 还有像孩子一样的天真 会看你就是 没有办法 会觉得你是一个讨厌的人 就从心里 不管说你们两个人 有矛盾的时候 还是开心的时候 都是很好 没有说很多负面的想法 或者说负面的评价 我看到这个人 更多的话 看待你啊 看待你是觉得 你是往你身上好的 那个方面去看 他好像 你可以理解说是这个人 他好像是自己 在给自己下迷婚汤一样啊 灌自己吃迷婚药 自己给自己催眠 然后说我眼前的这位美女 这位帅哥 就是最适合我的世界上 最好的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他好像是自己 给自己下迷婚汤 反正你在他心中的印象 全都是好的 甚至说你都不觉得 自己有这么好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说 你有这么好 这样的一个人很有意思 不好意思声音有点大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再看一下 未来整体的一个发展 感情故事当中 有哪些精彩的 让我们说 可以期待的东西 让我们提前预知一下的呢 聊天啊 所以说 这样的一场恋爱的话 未来 未来首先来讲 聊天会也非常的多 两个人的一个沟通上面 是非常顺利的 一直都是这样啊 会很 有很多的话要去讲 就有的时候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 但是说 可能有一方出差了 或者说两个人 有什么异地 但是两个人 就无时无刻的话 会通过手机啊 或者是 一些 其他的方式 就是互送礼物啊 这样的方式 去表达爱 去表达对方的 一个重要性 对 而且说是很 很乐意去向朋友 去提到他 因为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人很好 自己在这个恋情当中 是很满意的 所以没有说什么 觉得 在关系当中 有哪些不好 让你觉得不想 假 蝴蝶啊 还是说很美丽的 很美丽 很疗愈的一段恋情 它会让你看到 很多美好的东西 那我们把它刚刚好 和上面这个 这个迷宫花园 一起看的话 会觉得说 真的是 很让人值得期待的 有一种说事 两个人都不说 但是还会觉得说是 你们两个人 对于自己的内心 是有很多的 这种共通感的 同时的话呢 我也觉得 可能我们第二组朋友 你们身上是带有一点 敏感的 关系的 敏感的特性的 就是有的时候 心里不满足 或者说不开心 其实是不会去 主动去讲的 我觉得这人 有在去照顾你 有在去疗愈你 同时的话 也是诱惑力很强 因为有时出现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是 因为 是在亚当和夏王的 故事当中 起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 关系的吸引力 也非常的强 就是靠 可能说有的时候 吃苹果会很不错啊 或者说是 两个人的话 就觉得对方 是自己的理想性 长相上 或者说是 某一种特质上 会觉得说 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有吸引力 两个人离不开 对方这样的一个能量 很有诱惑力 好 来看这一张是什么 哦 这个爱的语言 爱的表达 还是比较多的 可能说是 在你们这个关系当中 还是会蛮经常的 去跟对方 去说自己的一些情感 表达自己 对对方的喜欢 以及对方也会去 向你们去表达 他对你们的一个喜欢 那我觉得说 这样的一场关系的话 肯定是 爱心泡泡 是一直在冒冒的 这种感觉 确实很美好 美好的能量 会更加多一点 同时我觉得 你们这段关系的 依赖感会很强 可能说是一开始 他喜欢你更多 或者说你一开始 觉得你也很独立 你不会说随便的约会 就是觉得 谁离开 谁不是一个女王 谁离开 谁不是一个国王 但是相处之后 你会发现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连接感非常的强 慢慢慢慢就离不开 对方了 或者说就是 心里很挂念对方 见不着就会 觉得心里很慌 然后有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去得到 对方的讯息 或者说有一段时间 没有进行 深层次的沟通之后 都会觉得内心 有一种迷茫感 有不安全感 你们会因为对方 变得有一点不安全感 想要去得到 对方更多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 带着神的女孩的话 它其实就是 一种紧紧缠绕的感觉 你们两个人的话 我绝对觉得说 未来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是 很甜 很腻的那种恋爱 两个人要紧紧的 和对方在一起 因为一旦说是 两个人 没有在一起的话 就会觉得安全感不足 就会觉得说 这个关系不稳定 当然我也觉得说 对方还蛮强烈的 这种感觉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是 女孩带蛇 不是男孩带蛇 女孩是被这个蛇 紧紧的缠绕住 就是可能对方会觉得 你随时会走掉 随时会觉得不满足 然后他也会觉得说 如果不能够满足你 他也会没有安全感 当然有些朋友 可能现在你是 其他一种想法 觉得自己很独立 但是也许说 碰到对方的时候 你还是心里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会出现 那这里的话 相机会出现了 相机的话会代表着说 很多时刻 是我们想要去记录下来的 想要去放在那里 等到以后的时候 再去回味一点 所以说这个关系 未来的话 第一个 它是仪式感比较强 美好的时刻 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小小的惊喜 或者说是属于 你们两个人的仪式感 还蛮强的 那同时的话 也代表着说 是生活当中 你们两个人 可能会有较多的旅游 或者说是出去放松 周末旅行啊 或者是节假日旅行 这样子 很多时候的话 就是拿手机拍照片 或者是拿相机拍照片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对 这场关系的话 比较甜 也比较腻一点啊 很甜很腻的一段情感 确实从内心的一个 甜蜜值上面去讲 还是比较满分一点的 好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第二组朋友的讯息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说是订阅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那也希望大家去领取好运 我觉得你们这段恋情 特别的甜 不管说我们当下的一种年龄 是怎样的 但是不管何时啊 我觉得当你能够去 感受一些非常甜的恋情的时候 内心真的就会觉得说 很幸福 不管我们年龄长到多少岁啊 都是那种 只要你在爱情当中 情感当中是被满足的 有人在去宠着你 你就又会觉得说 自己是一个小孩子 所以这样一场甜甜的恋情 我还是蛮替大家期待的 好 那就领取好运咯 我在这里祝福大家哦 日落是免费的 春夏秋冬也是 不要觉得人生那么无望 希望你快乐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你即将住进谁的心里呢 好 这张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看一下说我们第三组牌 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我们一共抽三张的指示牌卡 好那我们一下抽到了就两张啊 保健二 隐士牌 那再来抽一张 星币四 这里牌的话让我觉得说 我们第三组牌朋友们性格很稳定 你们的话倒不是说那种特别的 就是下意识的去爽快 然后为了说是果断而果断 我觉得你们是在带着智慧在自己的人生上的 从抽牌的速度上来讲 我就 我就觉得说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的性格里面是 很稳定 你看说星币四 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说你也会为了自己 为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努力 但是说这些一切的过去啊 一切的现状都是因为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带有一定的成长 就是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些暗夜时刻 我们已经突破了 已经成长了 但是也有可能说有些朋友正在经历 或者说你会觉得自己经历过暗夜时刻之后 现在又重新的生活好像又朝着自己不可控的方向去发展 那还有的话 保健二啊 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 你们是不是某些人伤害了你 或者说某些情感的原因 让你不太敢去做一个敞开自己的状态呢 保健二明显看到你心中有一个过去的人 或者说有过去的人的伤害 让你说是停在了那里 对可能说有些朋友 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状态呢 就是对于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 自己的恋爱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你就说一段恋情最开始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有一种紧张感 因为你很想要就是通过过去的经验去把持住自己的感情发展 因为你会觉得说很稳定的感情才是你觉得能够去快乐的 但是这些有准备的爱情 或者说让你觉得说是在你意料之中发生的爱情的话 它可能当下给你感觉说 这个心理好像很满 好像说很顺利 但是可能它并不适合你 当然你也可能就是从一些恋情当中感觉到了 一些人虽然他很听你的话 他不反驳你 但是他也不会说多做出超出你意料之外的事情 永远在很规矩的爱你 很规矩的和你相处 时间久了之后 你又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人好像不应该的 你或许说有一种疑问 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挑选爱人了 为什么说我的爱人和我最终越走越远呢 你会有一些疑惑 但是不管说疑惑是怎样的 塔罗派在告诉你啊 我们应该去放下某些执念 我们停在某一个不该挡着我们道路的阻碍前面 已经坚持了很久 我们可能想着说是 等待着有个人过来去告诉我们 未来去怎么走 我们希望说是有人能够去帮我们脱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有人能够去拉我们站起来 解开我们眼前遮住的不连 让我们看清到底说自己身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以及说是你其实知道自己身处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不太想面对 你有一点逃避的心理 但是其实塔罗派在告诉你的是 其实应该拉你起来的那个人是自己啊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渴望爱人来拯救我们 但是显然说这里的话 宇宙希望你先自己拯救自己 然后再遇到你的爱人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宇宙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啊 为什么一定要我自己去拯救自己 你觉得自己好像身上没有那么充足的力量 但是当我们去脆弱的时候 能够去拯救我们的爱人 在当下那个时刻 我们脆弱的时候 他走进来 我们爱上他 是吧 那一个时刻你们是很匹配的 但是你会被疗愈好 你疗愈好了之后 你的心 你的心可能跟你当时遇到的人 你们两个人能量可能不匹配了 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他很爱你 他各方面都跟你很匹配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他好像又跟你不合适了 我想也许说你们已经经历了这种困惑 但是 也许有些答案是要你换一种方式去做啊 你不能再等着某个人来 拯救你 而是说你先拯救自己 再去爱上一个人 银饰牌的话 让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 性格当中有很多的理智和谨慎的成分 你们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说实话啊 我觉得你们是那种 完完全全的愚人的个性 就是说你们是很理智的 带着用一种方法去讲 就是带着脑子去生活 就是你不希望自己去躲避一些伤害 或者说被一些伤害影响自己 但是说你同时的话也有一点被动 我觉得这里的话 确实是和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啊 然后以及说 隐世牌看到一些能量 是我们这组牌朋友很细心 你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或者说你们正在做的事情 你都是用一种很谨慎的态度 去把它做到最好 以及说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去 在能力范围之内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因为你很认真 也很小心细心 还有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洞察力很强 洞察力很强和直觉力很强 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洞察力很强的话 你们做事情 或者说是验证某一种感觉 更讲究的说是一些实在的 能够去看得见的一些 细枝末节的东西 让你们才会是做出一些推断 直觉的话可能就是靠自己的灵感 不是靠自己的第六感去验证啊 然后星辟四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对于说 事业上还是有一定的企图心的 因为你可能说是 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 金钱上获得一定的成就和满足感 然后星辟四的话 这组朋友可能说是 在职场当中的魅力很高 所以说会有办公室恋情的一些机会 就是有一些领导啊 或者说是一些很自身的人 特别受你魅力的影响 你们喜欢的东西像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于说是 踏实靠谱 然后又有实力 又很低调 这样的一些恋情 是让你觉得很安心的 你们自己的话 情感观是不太黏人的 很独立的 需要自己的一个空间 然后也希望说是 对方不要过于的压迫你 谈公室的话 你也会给对方一些空间 好 然后来说这组朋友的星座 星座的话 有淑女座的能量 风元素和土元素 风元素的话 会有水瓶双子 以及说摩羯金牛 这几个星座 那如果说星座上面 大家没有匹配上能量的话 那大家可以说是看一下说是我们的能量的部分 如果说能量部分可大家匹配到的话 那第三组就是你们的讯息 但是如果说你在能量的地方上和你不是很匹配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组或者是第二组 因为可能说我们的讯息被分散到了一些不同的能量当中去啊 对 如果说还有就是要啰嗦一句 就是如果说看第三组的时候 你当时在选到第三组的时候 对第二组啊 或者说是第一组 有犹豫有纠结的话 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的 因为可能你的能量被分散开了 但是如果说你坚定的选到了第三组的话 那你就可以说只看当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抽牌 我来看看说是对方他现在跟你之间的一个距离是怎样的 你们双方关系 对方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吗 好这里的话命运之轮 我觉得你们即将遇到他 对对方现在很显然说还没有进入你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你的能量正在说是有一个完全的大转变的状态 然后也包括说对方 但是你们见到见面的时间会非常快速了 命运之轮的话其实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能量 因为其实一旦这张牌出现的话 我觉得在感情的一个能量连接上来讲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段缘分啊 也会是说让你觉得这段恋情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他有可能跟你在前世的能量连接上是比较强的 那还有的话命运之轮我也觉得说 你们的关系是逐渐的扩张 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能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里的话不会存在说一些露水情缘 更多的话让我看到这个人是能够跟你在恋爱这件事情上维持很长时间的 对还有一些朋友的话 其实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啊 因为命运之轮的话可能会代表着说一些前任的能量啊 有一些复合能量不是很多 只是一小部分啊 后面的话我会对对方进行描述了 然后让大家确认一下到底说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 目前来看的话命运之轮是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对你们的出现 他意义很深刻 然后同时因为命运之轮啊 命运之轮也是代表一些循环的能量 就是说有些人过去我们觉得说跟他的故事已经在曾经结束了 但是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结束 还会说重新的印证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可能还会说是有一些过去啊 我们有过暧昧的但是暧昧之上 然后恋人未满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些人 会重新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可能说是一个过去我们虽然认识 但是关系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因为一些其他的机缘巧合 两个人分开了 然后现在的话对方重新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好我们再来看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审判牌的逆位 审判牌逆位出现的话呢 其实这一组朋友你们可能说最近刚刚结束了一些意义深刻的事情 意义深刻的事情的话呢 可能会一方面结束了一段非常深刻的恋情啊 或者是很长久的一些恋情 甚至说是和法律相关的一些事情 一些案件啊或者说一些很重大的一些纠纷相关 对然后你们现在正是一个迎接新生 脱离了某个人之间的感情两界 或者说整个人其他层面上是处于一种新生感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可能说你之前经历了一次什么样的婚姻 那现在我再来看的话 觉得现在你们的关系是有一个新的人生出现了 因为审判牌逆位和命运之伦一起看的话 你们确实是有一个段比较沉重的过去 需要你们去放下 或者说其实你们已经放下了 你们正在等待着是新的生活啊 不管说过去的生活给我们造成了哪样一种伤害 但是我觉得新恋情的到来一定会是让你们在灵魂上有非常深刻的觉醒啊 还有的话呢 业力关系真的非常的强哦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这里的一个人真的跟你有很强的业力的关系连接 来我们看看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出现了黄后排 黄后排正元能量很强哦 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会是温和一点 但是其实他内心的力量是很强的 而且说是源源不断的 我会倾向于说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啊 势必你们是可以走到婚姻 当然也许说有些朋友是不想进入到婚姻当中的 你们也许说是想要处于一种一直恋爱啊 或者说体验生活当中 其他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婚姻并不是你人生唯一的选择 但是说这样的一张牌的话 我觉得他会尊重你的选择 就不管说你是否想要去进入到婚姻当中啊 我觉得他都会在身边陪伴你很长时间 但是也许说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的能量啊 因为皇后牌孕育的讯息会非常强 就是说他也有可能会让你有一种说 改变当下想法的这种状态 也许说现在你想的是一直恋爱 然后不去进入婚姻 或者说不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转变自己的一个层面 所以不管说他想给你的段恋情是怎样的 或者说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不要用现在的自己看未来的他 未来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做出的决定 可能说是不一样的 对我这边是看到 他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一些想法 那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段恋情 它会起到一种滋养的作用 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魅力啊 或者说是整个人的话 会因为这段恋情变得说是 越发的舒适 以及说自信 我觉得这组朋友可能说 你们会跟对方进入到恋情之后的话 会异性缘更好一点 但是可能说有些朋友是同性 如果说是你们是同性恋的话呢 那你就对应阴阳关系好吗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说明啊 因为可能会拖慢进度 环后排的话 我觉得你们是在跟对方相处之后 魅力感会更强 所以说是一种说桃花不断这样的状态 我知道你们心里可能想的是 我并不在意说我的桃花多不多 我只想在意说 这个人能够是否给我一个很长的恋爱 但是好的恋情正是如此啊 让你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帅气 所以说才是一段能够去滋养你的恋情 我觉得对方给到你的爱 更加的倾向于说是那种很稳重的 像妈妈啊 或者是爹戏男友啊 这样的一种恋情 姐姐型的恋爱啊 好 这组牌朋友 你们那 为什么说一直火蹦乱跳的 那这里的话呢 抽到了宝剑八的逆位 宝剑八逆位让我觉得说 这一段恋情是思考还蛮多的 因为八这张牌会也代表着力量和变革 就是说你们过去的话 确实说有一种啊 进行到一半 然后没有重新开始 也许说之前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最开始你们的状态是处于一种说 他身边可能有一些稳定的情感关系 或者是你这边有 但是当下再重新走到一起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已经完全的放弃了 放下了过去 或者说恢复单身 之前的话是有些什么样的阻碍 存在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但是现在的话有一种说 放下过去新的一些开始 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同时的话 因为宝剑牌也是一种力量啊 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他可能说是 他内心可能说是一只没有方向感的狮子 外在看起来很强大 内心是需要一定的牵引 他的话呢 很想成为别人的依靠 但是他希望成为别人的依靠 是因为他想让他喜欢的那个人 让他觉得很认可的人 跟他互相的依靠 是有一种说 比较的高冷 比较的孤单 但是又渴望着自己被别人去懂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如果说是 嗯 你们 你们的话当下身份地位已经很高的话 那对方就会跟你很匹配 但是如果说大家是普通的话 那可能对方的话 是一个身份地位都还蛮高的一个人 就是他可能会跟你们有一些 现实层面的一些差距啊 他可能说是比较 像我们常说的高富帅啊 有钱啊 有权啊 有事业啊 等等 就是大家都很羡慕 但是他内心其实是很迷茫的 对 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话 不是因为说他喜欢你是因为你外在的某些 而是说他会觉得内心当中 你是一种啊 能够去安慰他 服务到他这样的一个存在 好 那这里的话 吊人牌啊 这段恋情的话 感觉是一种说 爱得很吃惨啊 对方可能会有一点 一点恋爱脑存在于你的身边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之所以这些牌能够去出现啊 每张牌他的能量都让我觉得说 没有一丝意外 因为你们前两张牌都已经说明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业力能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不管说出现吊人牌 这种爱得很吃惨 或者说是打破枷锁这样的去爱 都是你们这场恋情当中 必然要出现的一些因素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为这段恋情所做的一些准备 就是走到一起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已经经历很多了啊 那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身边也是有选择的 但是他是更想要得到你的关注 他的话呢 不是一个恋爱脑 但是他也是 虽然我在讲他是你的恋爱脑啊 但是他以前的时候他并不是的 他不是一个轻易动心的人 是一个很务实 然后也很在意事业成就啊 包括说金钱地位等等一些讯息的人 所以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实一定会说是思考很多 那调刃牌出现在这里 我觉得对方其实会觉得你们这场关系 其实是需要他去牺牲的 我觉得他对你更多的是因为内心没有办法抗拒对你的热情 所以他会觉得说他做什么样的改变 都是他心甘情愿的 虽然说你们可能现实上有所差异 但是他一看到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又没有什么差距 就好像真的就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然后三观上面不是完全的相似 但是很多事情都能够聊到一起 有差异 但是这些差异不能够去影响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 这里会有一些职场恋情啊 职场恋情走到一起 但是你们的话会是一种到最终的话 会有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因为调刃牌出现的时候啊 有些朋友可能说比较害怕 或者是不喜欢调刃牌出现 但是如果一段恋情 它能够发展的很久 调刃牌将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牌面啊 我们都向往自由的 然后舒适的恋情 但是往往说恋情当中 你想要得到绝对的舒适感 那必然是有一方 它是处于一种调刃的状态的 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对方的一个具体讯息 来看对方的一个特质吧 好 拳降五这张牌 拳降五这种人的话 确实是有一定的事业心的 对 事业心很强耶 他拳降的话就会代表着一定的行动 然后五的话呢 又会代表着说一些挑战 所以说是蛮注重事业啊 金钱财富地位等等 这样的一个人 事业心很强哦 好 这是对方的一个特质 事业心特别的强 而且说我觉得对方的话 怎么说呢 他有的时候啊 他在事业当中 很 很 怎么说 很 就是很主动的去争取的时候 但是他在恋情当中 让我看到能量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在恋情当中 他不是一个主动性的人 他是还是有防御心的 他在恋情当中呢 拳降五的能量会对应到说 他的那种戒备心和防备心 就很多事情 他需要去 很严肃的去考虑 所以说 他会是在恋情当中 先考察自己 和考虑更多的一些问题 之后才再去推进啊 他主动性的话 我觉得更多是推 表现在他在这个 事业上面 然后这里的话 教皇牌的逆位 教皇牌逆位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是具有了一些反骨在身上的 我并没有说这样 并没有说感觉这样的排不好 而是说 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勇于打破传统的 就不管说 哪怕说你们是办公室恋情啊 或者说 恋情当中有一些 就是到传统道德下 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 带问号的那种恋情啊 他都不在意的 他会觉得说 只要他想要 他这段感情当中 他付出了一定思考之后 还觉得说很适合自己 那他就会是说 为这段恋情去坚持 不是说很在意 那种传统的一些思想 他是一个说 更多的为自己去考虑啊 也就是说 为自己心中想要的感情去考虑 别人怎么想 他并不是说 这个人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但是说 他的话 内心更需要的是 很懂他的人 然后懂得他的内心脆弱啊 然后鼓励他 支持他 这个说是 想要 得到更多情感上支撑 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需要一个说 他能够去放心 告诉对方 他的一切内心化 这样的一个人 好 然后 对了 以及说教皇牌 因为也让我觉得说 这个人 他的突破精神 是很强的 这个说 不断的想要去进步啊 做事的话 我觉得带来一种 想到 然后就去做 会一个付出 叫强机 较强行动力 这样的一个人 对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也觉得说 因为教皇牌在这里啊 对方他应该财运很好 就是贵人运还比较好 贵人会助他的财运 这样子 他的投资 或者是 投资啊 或者是一些主业啊 副业啊 都会比较 财运都比较旺 不要来财 就是你能够看到 对方那边 他有一些被动的收入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的话呢 来抽一张牌 来看看对方的家庭啊 对方的家庭的话 心必三啊 心必三 对方的家庭 还比较稳定一点 他的父母的话 情感 父母的话 是比较恩爱的 对 是一个说 比较擅长去表达 爱去 讲自己内心话的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说去爱人的话 爱孩子也好 或者说是 爱 爱 就他父母之间爱的话 也是那种很 务实的 就是他会讲究 现实层面上的一些 付出和给予 而不是说 从嘴边上去讲 你好辛苦啊 我好心疼你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话 是付出的比较积极 然后对方家庭方面的 行业的话 我觉得偏向于说 传统行业 传统行业当中 比较偏稳定的 而且说是那种 做的时间越久 然后就会资源越多 或者说做起来越轻松 这样的一些行业 好 还有的话呢 对方的家庭当中 他可能是独生子女的 情况会多一点 对他家庭当中 我觉得较少的 有兄弟姐妹 比较像是 三口之家了 三个人 这样的一些能量 然后他可能会在一些 时间 然后从小的一个经历的话 我觉得得到的爱 是比较多的 就是他父母确实会很 给他的爱是很厚重的 是很有安全感的 这个人从小长大的话 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 被爱的比较充分 这样的一个人 活得比较顺利哦 他没有说是那种被卡住啊 起码说是他的父母 保护他的那些年里面 然后他都是一个 过得比较幸福 得到了较多鼓励 这样的一个人 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 对方的外貌啊 星碧国王 星碧国王出现的话 这个人给人感觉 还是比较有安全感 和踏实感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话应该是那种 看起来有一点凶 带着一点威严感 在身上的 看起来就不是那种 纯纯的恋爱 恋爱的那种 男孩女孩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的脾气我觉得说比较大 会让人感觉到说 有一点害怕 然后他对方应该会有吃啊 对 有吃 有吃的话 有吃他的吃 让我感觉到说 还是那种大一点的吃啊 跟他的外在会比较像一点 因为对方的话呢 怎么说金钱运和事业运 都比较强一点 外在啊 看他的外貌的话 就会感觉到说这个人 在整个人的气势上 就是属于那种 有一定收入 就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还比较贵一点 贵一点 就是不管穿衣服啊 或者说整个人 就是感觉 这个人不是说那种 很土啊 或者说 钱很少 就看起来就有钱啊 这样的一个总结 突然之间到形容他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说 长江上的话 是有一点严肃 看起来化比较少一点 然后他的身高的话呢 我也比较偏向于说中等的身高 不算是特别的高 也不算很胖 不胖不瘦吧 看起来就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是中等的一些身材 然后这个人的话 可能不经常去健身 但是他也没有发胖 身材保持了还可以 长江上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也是啊 眼睛比较远一点啊 跟第一组的朋友看起来比较像 不知道说来选第三组的朋友当中 有没有第一组的 或者说 你们也许说有些能量在第一组 嗯 对 对方的一个 给我感觉都是说那种 嗯 眼睛也好 或者是下巴也好 比较远一点 好 然后再抽一张看对方的财富 我觉得对方财富 可能 这只猫头鸣今天打没了 好 然后这里的话呢 圣杯舞的逆位啊 圣杯舞逆位来看对方的财富的话呢 哦 因为舞这张牌就是一个变化和挑战 所以说这个人 财富上的收获还是可以的 因为到圣杯舞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过一些伤害 就是这个人呢 他在金钱上是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失败的投资的 比较失败的投资 比如说是 或者说是借钱出去借给某个某个人 因为信任某人而借钱出去 但是最终的话发现 那些人不值得啊 有投资失败 或者是借钱借给一些 有一些钱借出去没有收回来 这样的一些层量 曾经 但是不妨碍说对方手中还是有积蓄的 虽然说有经历波折 但是不妨碍说是现在手里还是有足够多 相对而言比较充裕的一个金钱 或者是花销这样子的 对 财富我觉得还好 只是说经历了一些 搞说刚刚就是有一些大的花销 所以说现在的话 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看到这个人也是比较的中义气一点 所以说信错人了 或者说是 他可能就是因为情感上 还是人情之间 就哪怕是他说去做投资 也是因为他很信赖的那个人 喊他去投资啊 或者说给他一些比较误导的意见 让他觉得说很不错 但是现在的话 确实是能够看到有损失 不过说还没有说是赔到 然后兜里干净这种 还是有储蓄的 要么说他是一个创业者 之前有创业 但是后面的话 这个创业 然后不顺利 现在又重新开始 又有了一定的收获和积累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雷诺曼来看一看 说是 那看看啊 这个人 你在他心里 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在他心里面 他会如何去看待你 那我们就用雷诺曼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出现了心啊 心这张牌太甜了 因为心的话呢 就是很真诚的爱啊 他会是觉得你是最匹配他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练习的时候 上来再去说到底是什么样 才是最好的爱 嗯 都不一定啊 如果说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然后绝对不恋爱脑的人 在这里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时候 那证明真的 他就把你当作是他对的人了 那这里的话 我觉得他确实是 从心里就开始觉得说 你是最适合他的 然后你说很真诚的一段恋爱啊 太甜了 很热情 那心里就是装到你的时候 他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就是心被活过来的 也许说他之前爱过某些人啊 或者说 因为他长期的个性就是要当一个很冷静的人 那这里的话呢 这个心在这里 我就觉得说他对你的热情度是非常足的 而且说会有一种觉得你是他的知心爱人这样子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再说第三组的时候 第一组的时候也说知心爱人 然后说到你们也忍不住想到这样的一个词 就真的觉得你们的爱很甜 然后也是那种很真诚的爱情 就有一点像是成年之后 又遇到了一些小孩子之间才会出现的那种情感 就会觉得说非常的珍贵啊 然后我们继续抽牌 那我们抽到了两张 就看两张 反正都要看 第一张的话是骑士啊 第二张的话是贺 第一张骑士的话是代表着这份恋情 对于他来讲的话 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突然的人 是一个突然之间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 让他觉得说心好甜啊 或者说这个爱好像就是特别满满的 就是心里全都是满满的爱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还有的话呢 我也觉得虽然你们可能之前认识啊 但是他就会突然之间受到了宇宙启发一样 就觉得说自己就必须要爱你 没有理由的 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关系 新的发展机会 就是之前的时候 他不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或者说什么样的发展 但是就在某一个节点 他就觉得必须要去得到你 必须要跟你有一定的互相的联系 才能够在他心目当中觉得说自己没有遗漏什么 没有少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 然后喝这张牌的话 那其实就是感情的升级 还是说对应到说 有些朋友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们已经是在暧昧的关系了 有一点不一样的能量了 过去就认识了 但是没有真正的开始 现在升级的话 对于你们来讲 其实是基于过去 但是同时骑士牌也同时出现的话 那这段恋情本身啊 它就是一个比较突然的关系 或者说也是一个应该的关系 就过去的时候 本来就应该开始的 但是因为时间节点没有到 所以说两个人没有真正的去 开始什么样的故事 但是不妨啊 因为喝在这边的话 那确实感情就开始逐渐的升级 然后往那个 大家眼中都觉得说很美啊 很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而且说这里还会代表着一些家庭能量 就是从对方心里面来讲 还是希望未来的话 能够跟你走到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当中去的啊 好那这里的话出现了花园 花园的话就是一种包容 你看这个人对你的爱就是 我们刚才就有在讲啊 是一种说 这个比较高的能量 对爱的能量向下兼容 去爱的时候 他就肯定有很多包容的爱 那我觉得说对方可能会给你的爱 就是姐姐式的爱 或者说是爹气男友嘛 这样的一种爱情啊 花园牌会感觉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它是接纳度很高 就是可能你跟对方确实是有着什么样的差异 但是不妨碍你们两个人能够去走到一起 很接纳的能量 然后爱情上的话 我觉得对方会因为你 然后忽略掉感情当中不匹配的一些能量 也许说还是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出现 但是说你们能够走到一起的话 本来就是在对方心中就还蛮不容易的 嗯 然后同时啊 刚才要补充一点的讯息 就是来自于这张骑士牌 骑士牌的话 可能说你们两个人之间 对方他可能会是要在一个地方 来来回回去跑的啊 就还没有稳定下来 然后当然也会代表着说一些分离嘛 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 聚少离多呀 甚至说停滞分开等等一些状态 嗯 然后停滞的话呢 其实到最后还会有一个升级 还会再重新走到一起 对方过去可能身边也会有一些选择 嗯 但是他没有把握住啊 可能说对情感的话 还是说没有那么的确定 但是当你出现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哎 你们两个人确实是很好 他之前对感情的话 偏向于说是 嗯 理所应当或者顺其自然 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对于你的话 现在更加觉得说是有一种 想要去承担一些责任 对 他想要去通过承担责任 实现一些对你的一些负责 实现说是你们关系上面的一个升级 再抽一张牌啊 来看看 那这里的话 入口和选择 这段关系的过去的话 确实是有一定的复杂的能量 显然说他是没有 一些感情进展的那么的顺利啊 就是可能过去真的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没有走到一起 但是不妨按说我们现在走到一起的话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目标会更一致一点 也会说是对方的话会认为这段关系当中 他是需要对你更多一些的注意力啊 因为他可能害怕说 你的话呢 在某一段时间之后 有其他的一种选择 对 他也没有爱的那么的踏实 会觉得说 可能如果说不够珍惜的话 或者说不够紧张 然后未来的话 你们两个人就可能走向不同的路口 所以对你的紧张程度还是比较有的啊 是有在去紧张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意你们关系的一个未来发展的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是 你们未来故事的一个发展如何啊 在未来的故事当中 未来的发展 感情发展当中 会有哪些故事和要素会出现 哇 很热情的一张牌 很热情 感觉到说你们两人走到一起 很有激情感 因为可能说还是从心里面觉得 你跟对方才能够去真正的走到一起 所以说是在走到一起的时候啊 就是面对面的时候 还是觉得 这个心就没有办法去不看对方 可能当然也有可能说过去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些 小小的伤害 受过一些创伤 但是这段恋情的话 刚好这个牌上它也是一个新的形状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激情的爱啊 然后就把两个人内心当中的一些伤口去修复了 蜻蜓是有很多的幻想的耶 过去爱情当中 可能是不是说第三者朋友们 你们对于爱情当中应该出现什么样的要素啊 应该是怎么样去发展 是存在于一定的幻想 我觉得好像你们的愿望成真了 对 也许说你们在期待着以后和你喜欢的人 去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 或者说是期待着和你的恋人去去到哪里啊 或者说对方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有成功 那甚至说有些朋友的话 过去可能你们已经在去做幻想了 就是你已经喜欢了某人 但你们过去没有真正的开始 现在的话 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啊 就是要成真了 你心里想的那个人 未来他会成为你的身边人啊 好 手上的牌卡 未来的话 你们两个人过得还比较随意一点啊 随意一点的话 我觉得说是 虽然两个人都比较理性一点 会为了会为了未来而去说考虑更多 以及说更谨慎 但是两个人感情在一起的话 会有在去做一些比较任性的想法 或者说是行为 不是说不好啊 而是说这样的话 正是因为你们恋情当中 本身就是很具有激情感的 所以说一些任性的举动 不是不好的事情 而是刚好说是 能够让你们的恋情变得更加的有激情 更加的热情一些 你看 旅行就很多嘛 是吧 再去做任性选择的时候 肯定说是这个放松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那船这张牌出现的话 首先第一个来讲 就是在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啊 对方是能够去陪着你很长时间的 你们会是不断的追求进步 你们也不会说是 看对方条件好 你们就什么都不进步啊 什么都不去做啊 因为其实你们也是对方眼中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你们也超级可爱的 然后你们也是懂得去爱自己的 所以就是互相的进步 互相的去向上努力 嗯 你在对方眼中也是价值蛮高的 两个人其实算是互相的带领钱 互相的带领对方去往人生当中 嗯 有一种说互相的去加油打气啊 然后行进更远 然后船的话呢 他可能还会对应到就是 比较基础的一些旅行 位置上的移动 这样的一个讯息当中 未来的感情的话呢 可能你们会离开当下的城市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去生活 但是这不是统一的啊 因为可能说是每个人能量不一样 那还有的话 有些朋友就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旅行啊 度假呀 会是比较多 可能放松的时间是比较充分的啊 那再来出一张盘看看 嗯 修复内心啊 所以说过去的感情当中呢 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受伤啊 这段恋情当中某一方是需要去疗愈的 可能说是有于你或者是对方那边 原生家庭啊 或者说是过去的爱情当中 有过受伤或者缺失 所以说没有安全感 就是你们两个人当中 其中有一方是需要去疗愈的 对对方或者说这场关系的话 能够去说让你们去找寻到那种真正的快乐 可能说你们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去疗愈自己 要不然也不会说是一直让自己受变好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恋情确实是能够让你们互相的去提升 那当然说是我们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第三组朋友能量对应的时候就有讲过说 你们是需要把自己的内心去疗愈好 去遇到对方的 对所以说这也是你们内心疗愈的一个关键点的出现啊 你们是不停的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然后去影响对方 对成为对方当眼中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个感情的未来的话 安全感是比较多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会是慢慢的越来越变得更好啊 慢慢的释放那种控制欲 得到疗愈之后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那如果说是你现在已经安全感十足的话 那未来需要去疗愈的人就是对方了 嗯 好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讯息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订阅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 那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领取好运啊 你们这个恋情我觉得太甜了 也希望说是能够真实的去显化到自己的生命当中 希望每一个朋友你能选到这些视频的话 心里都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甜 那就祝福大家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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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